為著要放在小花曼哲蘭的偉海 任務叫在九月份小花曼哲蘭 反正去進行清潔工作 並且一公斤五塊收工 給高麗民眾加一清潔行列 各位香港所為現在開始收工了 小花曼哲蘭每年的開花時期是9月到10月 然後每天要在開花之前就把它收 這樣子才不會擴散 然後今年的收購時間是9月3號開始 每週星期一 星期三 星期五 下午的1點半到3點半 在公所的對面停車場收購 小花曼哲蘭受購作業 國慶兵目標是100公噸 二價到十月份一價 不過今年民眾全部都擁有 在十月六號就提前結束 所以今年是有想要全部清潔 港座的鄉親卡丘都要緊 然後一公斤收購價錢是5元 然後收購噸數到100公噸為止 去年收購效果是收購到100 一百二十幾公噸 成效還不錯 因為去年到10月6號就收購截止了 牛屋局它收購時間是9月3號到10月底 然後我們這邊因為收購數量達到100公噸 所以去年10月6號就截止收購 小花曼哲蘭大部分蝴蝶、鼓手 也許是青蛙丁丁的手 沒有頂頭身中做生地不來希望 所以也比青蛇利息的鑑定 所以公所也提供相關的祝購給大家做參考 小花曼哲蘭很多田地都有 然後它最主要辨識方法是 它樹葉上有一些毛籠就是細籠這樣子 我們小花曼哲蘭就是 至少我們要收購 收購全部都八成以上我們才會收購 然後去年是有人夾找其他一些雜草或樹葉 來讓我們收購 然後那些我們就認為不到五成 所以我們給的金額就給他們一半 一公斤5塊的時間 今年就有一堆紅阿母兩禮拜賺2萬塊的紀錄 雖然青蛇過程很辛苦 不過真的是一個賺多賣的機會 氣象真心 蔡佛島